这一天虚云河上把挖来的红薯 地上一埋 点了把火给烤起来 然后我旁边一坐 就等着一会儿吃这个烤红薯了 谁知道它这一坐 一件令常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雷用轩荣 刚才这个是个引子 是不是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要着急 等一下慢慢跟你分享 那今天我们来说说入定 其实入定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身体不见了 魂从身体里边飘出去 入定也是我们好多小伙伴追逐的目标 所以不要着急 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期 关于冥想入定的节目 其实那些都是一些非常初级的版本 今天都是满满的干货 为什么会有之前那些 就是先给大家一个铺垫 你上来就给你来这么难的 你就很难接受 有的小伙伴可能听不懂 有的小伙伴可能没有办法做 所以不要着急 之前那些期都听好了 今天咱们来一个深度一点的 进阶版本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耐心的把它听完 没有订阅的小伙伴 一定要订阅 并且点击小铃铛 以便及时收到我最新的更新 还有去看我之前的节目 我之前节目一期都不要落下 否则吃亏的是你 那入定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 就是你的身体一定要非常的好 只有你的身体好了 你才能集中你的注意力和意念力 才能让自己专注当下 专注当下 你才能控制你的魂 否则的话 你身体达不到这个境界的话 你控制不了 所以你就很难实现这种出体的状态 那还有一点 就是当我们 我们冥想的小伙伴都知道 我们在平时呼吸的时候 我们气沉丹田 当你气沉丹田之后 这所有的这些来自宇宙 这个高能的气 进入到你体内之后 你实际上是像一个气球一样 你再给自己充气 就是当我们的气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达到一定的 我再有另外一个方法跟大家比喻 就像一个海绵一样 就是海绵你要吸水 你的水吸不够 吸不到这个饱和的程度 它还有其他缝隙的话 你的这个魂是出不去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个气脉 全身的气脉全部都要打通 所以如果这个人 他常年有好多的病 全身气脉都是不通的话 他要花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 来打坐 就是做这个冥想的练习 来吸这个宇宙的这个能量 宇宙的这些气 只有把自己的全身的这个气都打通了 让自己的所有的气脉 进入到这种饱和的状态 你的魂才能出去 你才能进入到这种入定的状态 大家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多小伙伴容易生病 你生病是什么原因 生病就是因为你的气不足 我们的这个气脉没有饱和 就像海绵一样 这个海绵里都是水不够 那水不够就会有其他的东西进去 所以正我们如果把水比喻成一个正的能量的话 那其他东西就是这个负的能量 这些病菌啊病毒啊就会进去 所以我们平时的这种修炼啊 就让自己每天坚持冥想打坐 就是让我们吸收来自宇宙大能的气 让这些气呢来填充填充我们的体内 把我们的体内呢慢慢慢慢的填满 所以我们的冥想是一个积累啊 不是一次刷一下你就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的 如果你的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话 你平时一直有锻炼一直有练习的话 只要你做到这个方法技巧对了 你三分钟用你一分钟你就可以进入那种入定的状态啊 刷你就出来了 但是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 首先我们要每天坚持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每天不坚持啊 三天打鱼两天赛网的话 就像那个手机充电一样啊 你把那个手机刚插上电 还没充进去拔下来了 所以没有用的 所以你每天要让自己每天要让自己充一些电 慢慢慢慢慢慢充 充满了之后 所有你体内的这个能量就跟宇宙的大能的能量 是因为你的电是来自宇宙大能 所以你身体的能量 就是跟宇宙大能的能量是一样的 所以当你的能量满了之后 跟宇宙大能的能量一样的时候 你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呢 大家能听明白这个道理吗 所以不要着急 这是一个积累啊 积累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 你吹吹吹吹吹一直吹 我们每天我们要生活中 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要讲话啊 要做事要动脑 所有这些事情啊 都是在消耗我们的气啊 消耗我们的气 消耗我们的精力 所以就等于如果你每天只吹一点的话 或者如果你几天不吹了的话 你刚吹进去的气 慢慢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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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给泄掉了 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吗 所以坚持非常的重要 每天我们都要坚持这样吹 坚持这样吹 那这个方法呢 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啊 方法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你可以采用几种不同的方法 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三种方法啊 第一种方法就是 你让自己观察自己的呼吸 让自己处在一个临在的状态 观察自己的 专注自己的呼吸 专注啊 专注在一点上 专注自己的呼吸 或者是专注自己的眉心 眉心这个位置啊 就是你的天眼这个位置 来专注 那专注的话 其他的当杂念出来的时候 因为你的专注力在这 所以在呼吸上 或者在你的眉心上 你就不会被其他的这些啊 一会儿什么 哎呀又想你这个孩子的事情 一会儿又工作的事情啊 就给你扰乱 这是第一种啊 你专注 如果你认为你的专注力不够的话 你可以采用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分散式啊 分散式是什么呢 就是说就像跟大家打个比方啊 就像你家里养了一 养了几只小狗啊 养了几只小狗就在你的这个室内啊 就这个跑来跑去 然后你呢 就看着他们 你呢 就是啊 就是他们一会儿就在你的这个屋里 随地大小便了啊 一会儿又打起来了啊 一会儿又摇你的沙发啊 扯你的鞋 摇你的衣服 任何他们做的事情 你都是看见了啊 你只是看见了 但是你不出手去管 好吧 所以你是一个啊 心非常大的狗主人啊 随便他们在你屋里怎么折腾 你都不去管 这就是一个分散的方法 大家能听明白吗 就是在你这个冥想练习的时候 你的头脑里头啊 生出来的任何的念 任何的东西刷刷刷都来 来了之后 你就让他们在 你只是看见了而已 看见了 但是不去管他 不去想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不要这样做 所以不要去干预 不要去思考 你只要看就好了 这是第二种方法 那第三种方法就是 你去想象一个佛像 你去观 因为所有这个佛像啊 就是你去看佛像 都给人一种非常定静安详的 这么一个感觉 你只要去观想这个佛像的话啊 你去观想 然后那个佛像 就会让你的心很快的这样定下来 当然这三种方法呢 每个人不同啊 每个人不同 你要根据你自身的感觉啊 去试啊 哪一种方法适合你 你就去用哪一种方法 那如果你在试了几天之后啊 然后你觉得哎呀 这个方法让你感觉到不好啊 让你感觉到很有压力 没有关系啊 你可以再去试另外一种方法 大家能听明白这个意思吗 好 只要当你那么做了 你的去专注的时候 专注呼吸 专注眉心的时候 你就是专注啊 当你用分散方法的时候 你就是分散啊 什么事情你都不管 他接受承认认可 由他去就好 哎 知道吗 由着这些狗给你搞任何的破坏就好了 啊 你不要去管 然后就是去观想佛像 观想佛像的时候 你就去观想佛像 就把注意力 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啊 聚焦的方式啊 这三种方式你可以来用 那今天呢 我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啊 那我们这个入定呢 其实我们在刚进入这个入定的就是初级阶段的时候 就是眼看自己就要飘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是最怕别人过来推我们一下或者是叫我们的名字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提前找一个之后这几个小时啊都不会被人打倒的地方 这是我之前反复强调的安全安静的地方或者你在打坐之前跟你的家人说好啊 如果你能控制得了他们的我跟他们说好你现在是在打坐如果他们相信你正在做的事情的话啊 如果他们觉得你是在做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那没有办法啊 你只能找一个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啊或者一个没有他们的地方啊 如果他们相信你啊他们会听你的的话一定要提前跟他们打好招呼啊 另外呢还有一个招呼就是说如果你已经达到了这种初级入定的状态啊 可以让自己哇进入到这种感觉身体不见了啊 然后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极乐的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你开始充电啊充宇宙大能电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随时可以控制自己出来啊都没有问题 但是一旦当你进入到三禅以后就是佛家所所谓的这个三禅就是一个深度的入定状态的时候 你就进入到一个不可控的状态 哎当这个不可控的状态 就是说你进入之后你不知道你你几天会回来 这个时候别人推你你也是没有任何反正 甚至别人打你你都没有任何的感受 这个时候你的呼吸停止你的心跳停止 你的脉搏摸上去都是没有任何的脉搏的啊 如果不知道的人以为这个人就走了啊 他不知道你是进入一个入定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家人 如果哪一天发现你在这个地方打坐的时候啊 你是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没有什么的话 千万不要把你给火化了 然后去找一位懂行的人提前跟他们打好招呼啊 找一位高僧也好 哎找来这个就是一定要找来懂行的人 哎来给你看 然后你要耐心的等哎不要慌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慌 不要去请来医生 因为他医生可能真是不懂啊 因为哎这个人挂了 懂吗 好现在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 就是我刚开始讲的这个引子啊 就是说当年虚云和尚呢 有一天他上山呢去挖这个红薯啊 挖完了之后呢 就把红薯旁边地上挖了一个坑放在那儿 然后呢点了把火哎 烤起来准备往那一坐啊 他心里上我烤个红薯旁边打个坐吧啊 这一打坐啊 然后之后呢就刚好那个时候呢 有一些他的一些道友呢 过来拜访他啊 拜访他到了寺院 寺院之后说哎呀 这个师傅出去 这个他经常这个禁书不定啊 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你们上山找找吧 结果这些道友呢 到了山上一看 哎找了半天啊 终于在一个山洞的前面找到他了 发现啊他在那个地方坐着啊 进入了一个禅定的状态 然后过去就喊他啊 喊他哎说熊 哎然后怎样怎样 说发誓啊 怎么推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个时候他们一看哎呀 进入入定了啊 然后啊他们就找来 这个拿了一个随身带的这个钵鱼 当当当这么敲了几下 哎然后这个熊云啊 刷就出定了 出定以后说哎 你们来了哎来来来 我请你们吃烤红薯啊 谁知道把那个 那个土啊一揭开以后一看啊 那个所有的这些红薯啊 就发的那个霉啊 那个毛都已经那么长了 啊所以据这些来的这些人 写的这个回忆录啊 就说哇这个熊云和尚 就当时他自己不知道啊 他已经在这入定 至少已经18天20天了啊 两个礼拜以上了 就根据那个红薯发霉的程度啊 所以这就是进入到一个深度入定的状态 这个时候啊就很容易被人啊 误以为就是不懂的人啊 就误以为这个人是不是已经没有了啊 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 是在南淮井里头的一个记载啊 就说有一个和尚呢 他经常去一个地方啊 去这个打坐啊 然后呢其他还有一些和尚没事了 也喜欢跑到那个地方去打坐 然后这一天呢 这个和尚就在这个地方打坐 打打打打了一阵子啊 之后进入到入定状态了 结果呢后来又来了一些和尚 也过来发现 这个和尚怎么在这入定 其实这些都不是一些啊 这个非常资深的和尚啊 好多事情他们也没搞明白啊 然后他们就过来一看 诶这个人怎么也没有呼吸 也没有脉搏 也没有心跳啊 是不是已经死了 是吧 然后啊又请来他们的师傅 这个师傅啊 结果也是个半瓶啊 然后看了一下 这个死了啊 烧了吧 然后啊就把这个人抬到后山啊 一把火给烧了 这烧了以后啊 后来每当这些和尚过来又打坐啊 在这打坐的时候啊 一到晚上啊 这个和尚就是入定的那个和尚啊 就这个魂又回来了啊 回来以后就给他们搅和 哎呀我的身体呢 我身体哪去了 哎呀搅和的这些和尚就没有办法在这打坐了啊 就后来啊 他们都不敢在这打坐就都撤了 之后啊 这个之前入定的那个和尚的师兄啊 听闻了这个事情啊 于是就过来准备救他 这个这个救那个打坐的和尚吧 就带了两个盆过来了 一个水盆啊 装满了水 一个火盆 点了一把火 点了火 然后晚上啊 就坐在那个地方打坐 哎唸经 哎就等着他那个师兄来 然后就见半夜 正在他在这掺掺打坐的时候 他也是进入到入定状态的时候 就听他整个的残房里头 就嘎嘎嘎嘎 这个房子就滋滋作响 这个时候他就知道 因为他是进入一个初级入定的状态 这个时候他知道他这个师兄来了 就见他这个师兄来了以后说 我的身体呢 身体哪去了 然后打坐的师兄就说 你的身体就在水盆里 然后就见这个水盆 啪啪啪啪啪 激起了 非常大的这个水花 然后结果说没有啊 说没有身体 说没有 那在这个火盆里 然后就见这个水盆里 啪出来一个水柱 瞬间啪打到这个火盆里 就见这个火盆 这个火苗子刷刷刷刷四射 然后又说 哎呀这个火盆里也没有 也没有我的身体 这个时候他打坐的师兄就说 师兄啊 你现在上天入地是吧 到水里下火海都没有问题了 你还要什么身体呀 然后他那个入定的师兄一听 哎 对呀 我还要什么身体呀 哎 好主意 好主意啊 谢了 刷一股清烟而去 哎 这就是之前啊一个这个故事啊 就说我们在进入到这种深层入定的时候啊 就会被好多不懂情的人啊 误以为我们已经挂了啊 所以一定要提前跟家人打好招呼 好了那今天关于入定的啊 这个如何让自己入定这一期呢 已经跟大家说的非常详细了啊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好的身体啊 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些气脉啊都打通 打通了之后啊 不断的每天坚持冥想 让我们全身的这个气脉都是满的满的饱和的 哎 这样其他的这些病啊 病毒啊 细菌啊 都不会侵入到我们的身体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啊 这个得到的高僧 你看他们从来不生病 哎 为什么不生病 就因为这些病 就他没有地方可以进啊 懂了吗 哎 所以如果要想身体好啊 除了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金刚功的练习之外 还要一定要让自己每天啊 要花时间坚持啊 冥想打坐 其实冥想打坐 如果你能入定啊 什么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这都都不算什么啊 如果能有这个时间 有这个精力的话 一定让自己啊 每天能够入定在三个小时以上 你才能至少让自己 这个让宇宙的能量 让这个电啊 冲到你身体一些去 否则啊 只是啊 做个几分 进入入定状态 刷出来了 只是就像那个插头啊 插到那个手机上 刚插上去 啪又拔下来 跟没冲一样啊 你只是感受了一下 所以如果有这个 你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精力 有这个时间的话 一定要让自己每天 花更长的时间 至少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让自己进入到这个 入定的状态 你才能慢慢朝一个 更深的这个状态走下去 否则的话 只是皮毛而已 所以好了 那今天跟大家又说了一个进阶的版本啊 那关于入定的之后的更深层的一些层次啊 那之后慢慢再跟大家分享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啊 并且点击小铃铛啊 以便及时收到我最新的更新 同时也分享给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啊 记住一定要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让他们都有机会看到啊 我的这个分享的内容 因为这也是你发散的一个善的能量啊 并且大家在评论区啊 说一说大家再看完这一期的感受 那我们现在跳舞的时间又到了 我们现在跳舞的时间